歡迎… 這位阿山,請問你是否住在哪裡 我們這裡有豪華套間 有標間,有豪華單間 請問你是否住豪華套間 豪華單間 沒問題,麻煩你出示一下你的身分證 好的,等我們一會 我先登記一下 我們這裡的豪華單間的價格是 每晚… 免單 免單? 我說免單就免單 住宿單你趙天,名字我知,不是 為何免單? 我是總經理 不是這些事都要跟你們匯報,是嗎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我的老死、老鄉 是嗎? 通中通俗的兄弟 和總,恭喜你,走馬上任 我們是同胞同佬,從小玩到大的兄弟 對,你還要收我住宿費,真是開玩笑 他們年輕女兒不認識,不要計較 好,來…我帶你進房間 你先進房間,來… 我們走 不如說很久沒見 剛剛上來搞腐敗 你怎麼回事 喂? 是…我在這裡,我在女館 你這樣過來嗎? 還有你老公嗎? 好…你過來,我沒空 我可以陪你在附近繞一繞 點東西也可以 好吧,好… 那麼等一見,再見 旺總 喂… 甚麼事? 有件事想向你申請一下 怎樣? 我同學和她老公下午過來儲女館 那…那好吧 為女館創收,對吧? 那就麻煩你可不可以幫忙打個折頭 怎樣打法? 好像熟客那樣打得了,八折 不要了,不要亂打折 你知道,現在真的生意爛了 阿銘 來了… 怎麼搞的? 她的客人可以免單 我的客人打個折也不行 董事長… 兩句不要過分 本名叫做只准州官放火 就不准百姓點燈 是… 那倒是 照她這樣說,她那些就是傻客 我們其他人的客人就不是傻客 不用打折了,是不是? 就是… 等等…別吵… 你們哄哄哄哄哄哄 我現在終於明白是甚麼意思 就是說,現在的總經理 妄顧我們旅館的利益 不打折就有損了我們企業的形象 那倒是,她這樣是錯上加錯來的 就是這些問題我會向我們老爺反應 就是這樣,她已經表了態 我真的很難幫你們再爭取利益 那我現在又不是說怪你 我同學都去了,突然間酒店住 我只不過看不慣她 算是公家利益而已 那… 是呀…老闆娘 行…不要吵… 這件事呢…放心 我會幫你們倆討回公道 你們不是為了那些爭取 就要看審我,是嗎? 阿炳,現在不是說準備審你 你為甚麼要搞政策,要面單? 不是呀,阿圓圓的同學 打個折,這些是應該的 那你們不是認為我這個總經理 連這些權利也沒有,是嗎? 阿炳,行使權利並不是說不行 那你在行使的過程中 你看看有沒有依據,有沒有根據 才行的,是嗎? 好呀,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的根據是甚麼 甚麼? 我那個老鄉,就是傳說中的純德佬 他有錢,他得輕 他經常帶著老婆和子女 他和親戚朋友,四周旅遊 我們招呼好他 是不是發展了一大批客戶? 是嗎? 那個遠遠的同學,小妹子一個 他有甚麼錢? 他沒有甚麼長遠利益 那何必打折呢? 打折等於損失 誰說打折等於損失? 我們之前的固定客戶 全靠我們打折來吸引他們 吸引客戶的,是服務 打折也是服務之一 來得你旅館住的 你以為每個人都大富大貴嗎? 你以為別人的荷包著想 給別人打折給別人 別人很開心,給你一個讚 那對你的服務 對你的旅館也有好處 照你這樣說,何必打別折 打六折更好,更省得多 你看他打橫來,打六折 你現在不用吃嗎? 燈有火,不用給嗎? 那你怎樣做生意? 你不如開善堂,打開門 讓樓漢人來住好 那我又沒有想著說是虧本的 那我有錯嗎? 那我也沒有錯,我現在打字有錯嗎? 好了… 今天先別說誰對錯 完全是為了溝通 我們現在溝通了,我可以走了 好… 免得多要慎重,對嗎? 該打折就是打折,特別熟客 聽見了嗎? 這些就是之前開懷了頭 對呀,你這樣說甚麼意思? 說我開懷了頭了 甚麼意思?我沒這樣說 你剛才指著我說的 好吧… 阿炳這樣說,也有他的道理 好,今天的事就到這裡為止 做事… 我做事 如果打人不犯法,我找人打你很久了 真的嗎? 我現在發現,那個旅館真是嚴重印手不足 我打算安排你進去 你叫我來做事嗎? 合情合理呀 阿炳和冰冰那兩個小妹有論憂 阿炳呢,她是董署長 高高掛起,甚麼都不用做 那…你打算叫我來做甚麼? 起碼也做回我後勤總管 總管這麼大?我行不行嗎? 有我在這裡,誰敢說不行嗎? 阿炳,你做這麼多菜嗎? 表嫂來了 阿炳…你真是乖,有表嫂心 婆婆 我告訴你,她的老婆要在這裡 做後勤部長,你知道的吧? 甚麼後勤部長? 表哥丙已經宣佈了 說阿娥要做後勤部長 阿娥這次來廣州不是玩的 是來做事,是來上班的 我看你的樣子真是甚麼都不知道 小妹,小妹,你慢慢說 你現在說得我一個魂似的 她說你和老爺已經同意了 請人,我不反對你 這麼大的事情 你是不是應該和大家商量一下 是嗎?請甚麼人,薪水多少 你不可以自把自為 你一言堂就自己說完了 那豈不是欺負上門下 小妹,你又不用緊張 我不緊張 阿丙這樣做是有點誇張 是吧? 但也不算太過分 是嗎? 話說是你兩夫妻 兩個地分居就不太好 是嗎? 何況又是親戚 來自己人那裏找工作 都說得過去了,是嗎? 行了… 你老人家怎麼說怎麼好 既然來了也來了,是嗎? 不是,大家合作 才能夠做好一件事 怎麼了? 魚都蒸乾水了 你當…別動了 好… 老公,我跟姑姑說了 家雜物房有兩個櫃可以搭在一起 待會兒有空來幫幫我 這些東西你又找那兩個 小妹子,你是總管理的 不用自己動手 那好吧 對了,我… 污染的污住,懂得寫嗎? 三點水加規盤的規 做甚麼?有甚麼污染了? 我寫這個 特效,配污水 甚麼去…甚麼搬運費五十元這麼貴 貴而已 昨天我和你吃了個串家桶 沒有開發票 那便要出一張白頭單,充數了 你不是吧?那些東西我們自己吃的 來找姑姑報銷 那總經理歡迎新員工入例 我請他吃一頓天經地義的 難道要我自己說嗎? 表哥,這…這錢全是你花的? 甚麼是和花的?和甚麼女館花的? 這張是賣去污水的 這張是搬運費的 那這一張呢,就… 這…這筆記怎麼一看是一個人寫的呀 不是吧?我…我看看… 你看,一模一樣 不是警察都能看得出來嗎? 我…我想起了 那天這樣的,先買些去污水 還有些窗簾洗乾淨的那些 還有一大堆的東西 那我這麼巧就摸了一條腰 那那個人幫忙托下樓 那是先買洗污水 然後呢,就寫了那個搬運費給他 那…確實是一個人寫的 哦… 那…那…現在先入賬 入完賬,過後再把錢給你好嗎? 哦…不急的…不急的… 最緊要先入一賬 不知幾時都可以 那…八卦還八卦 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說 我沒有亂說的 我跟袁袁一起聽到的 最緊要是她騙了大伯娘 我去報了這些錢 什麼事?吃了多少錢? 好像八十元 報了多少次銷? 那…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她肯定是八十元 全部報了的 董事長,她這些叫侵佔公款 你一定要跟爺爺麻麻說 她現在眼裡只有老爺奶奶 根本就當我透明 你叫我怎樣才行 哎呀… 不是的,人家有靠身 沒辦法了,是嗎? 那你當我沒說過 你也當我沒聽說過 哎呀… 拿著拿著 董事長不理,我們來 我們怎麼理?無權無勢 反正我已經盡了我的義務 你別以為你不理就行了 你想想吧,她貪污得越多 女官的虧胸得越大 這樣搞法,我們哪個年終獎分 那倒是 還有,你每天這樣在這裡指著我們 一般的樣子,比阿四更慘 是呀,你怎麼承受 那你說我們應該怎麼做 不是不報,時辰未到 讓我找個機會,要她圓形不露 喂? 何禮哥 何禮哥 何禮又來了? 那算是要帶太太來 是… 是,我太太說很久沒來見過阿丙 所以帶她來 難怪總經理他特別交代我們 我也沒跟他說過 心有靈犀嘛 是… 他交代我們要幫你們訂白天鵝賓館 快點去訂房吧 是呀 然後還要加多一個浪漫的二人套餐 哦 因為我們這裡的旅館 檔次太低了 搭不起來你們 想你們有更好的服務 所以幫你們訂家好一點的賓館客 阿丙哥真是客氣了 你看看別人發了 但也不會忘記我們的鄉里 搞定了 已經訂了一間豪華套餐了 還加了一份浪漫的祝賓晚餐 老公 想不到我們幾十歲人 都搞個祝賓晚餐那麼浪漫 阿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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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累了嗎 是呀… 我都說了 阿凱一定是商客的 丙哥 謝謝你這次這麼好招呼我們 話說話 那些東西很小的 是吧 以前阿凱哥經常關照我 他拎到賀婆 一定會給我幾隻 是呀… 何況算甚麼 那些爛何況 怎能夠跟白天鵝比 何況現在還有祝賓晚餐 甚麼祝賓晚餐 是這樣的,鄭經理 因為海哥太太山場水縣出來探望你 我見人們這麼厚情厚意 我就替他們訂了一個白天鵝的套餐 再加多一個祝賓晚餐 代表你對他們的招待 對呀,情厚意 白天鵝,加燭光晚餐 黃總… 以你今天的身分、地位 不可以做得那麼油酸的嘛 還有你跟他們的關係那麼好 所以我跟他們說是你的意思 我聽見祝賓晚餐,我就肚餓了 對呀,我們不如走吧 走吧 好… 謝謝鄭哥 媽媽,請坐 慢慢… 吃好玩好 謝謝 吃飯 整天練習 讀書的時候也不見你這麼認真 讀書的時候,何必這麼認真 是吧 那時一種不織就走天埗了 這麼好,起碼要十幾二十種 為甚麼 你知道吧,昨天阿凱消費了兩千多元 那些白天鵝、住宿費、餐費 我沒理由在旅館報銷 那我就要扔白天鵝、住宿費 你不是又打算在旅館報銷吧 那五是怎樣的 房間五是我住的 飯五是我吃的 大了兩千多元 我錄卡一陣,手都抖了 不過現在最糟糕是怎樣的 一張白天鵝不給超過五十元 那我起碼要出四十張 哦,所以你才連這麼多不同的筆跡 那當然了,免得讓阿香看穿 我打算這樣,我睡幾次補 一處就六百多 那就不容易穿布 喂,這樣我覺得不是那麼好吧 你別管太多了,先睡吧 我錄好,我會睡 爸,你看這些白寶 你這樣看上去啊,感覺都不一樣 但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立彎的彎子 下面這個弓 它全部都寫成了三 而且這個三,還都是照著圈寫的 這說明這個是一個人寫的 喂,那這樣頂寫的 那不太離譜了吧 這錢怎麼用呢 不行 阿丙的臭小子怎麼會弄出這種糊塗醬 老爺奶奶 既然說開有件事都要告訴你們 先前表哥丙就請他老婆吃飯 又是開這些白頭丹給我的 不過就不多,八十元而已 阿丙的臭小子沒發現 到你發現的時候 他最多不是說 這個是搬運工 跟那個賣去污水的那個人 是同一個人 那就過了骨了,對不對 好像,是有這麼回事 這麼說,不就是第一次的 這次也太明顯了吧 行不行… 我要趕快找他來問問 行不行… 其實這些白頭丹 都沒什麼問題 阿丙,錯就錯了 你一錯再搞定就叫一錯再錯 阿丙,你給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自己私人消費 為什麼要入女館的獎 姑姐,一千多元而已 不用這麼怒氣 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雙在河邊走,哪有不濕械 這個就是貪污 姑娘,別貪污,貪污這麼難聽 阿丙,四、五千元那件事 你們靜悄悄又沒這麼算數 喂…慢著,先說清楚 甚麼四、五千元 我貪污,貪污甚麼 你知道,我知道 姑姐,姑娘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喂,你真的要說清楚了 你說我貪污,我何來貪污 我貪污做些甚麼,你說清楚 表哥,我也不知道 二嫂到底貪污傻了 就是了 你也不知道 我現在懷疑你們合謀的 這麼大部空調 你幫她入了獎 甚麼呀,空調 空調,空調有甚麼問題 是嗎?帳目漆飾,手續分明 甚麼問題 問題是你送給你弟弟 那是不是假工製書 我送給你弟弟那台空調 那台空調 你先聽我說 那台空調 是在客房裡拆下來的舊空調 當時我想,一來就浪費電了 那我打算賣給收賣佬 收賣佬只給50元那麼大把 那就浪費了它 又可以動的 又剛好 阿Dee那台空調壞了 那我打算讓他用 阿Dee自己就懶惰 阿Dee自己就懶惰 又再加了雪中重新用 這樣而已 翻了身嗎? 翻了身 難怪看上來好像是新的那樣 你先別說 你如果是不信的話 你婆婆先過去拆開看看 舊還是新的 喂,既然是舊空調 怎會入得賬呢? 老爺,買了一台新空調回來 我沒有東西放在倉庫裡 等客房的排水系統做好了 我就把新空調放進去 喂,那旅館買了新空調 我是不是要入賬啊? 好心理啦,黃總 請你不要就見風就說 阿瑜,你冤禮好人 原來是一場誤會 那…家樹青搞清楚了 沒事了,沒事了 慢著… 你沒事?我解釋得很清楚 那你那些白頭丹,你怎麼解釋? 你當著你姑姑姑長的面子 你解釋清楚了 是,還有 還有,你老婆最近經常扭動 又經常回鄉 那…是甚麼回事? 是做還是不做? 是留還是不留? 既然阿蕾不滿意我這個總經理 不,那我幫他換個位子 總經理由他做,我做… 甚麼都不用做了 是我用人失策 是呀,是姑姑姑長看錯了你 阿蕾做總經理,你明天立刻找工作 老爺英明 喂,你真的嗎? 那…那我做官文,就是南蛾一猛 提醒關註 《外來色骨本地狼》動漫版 未來識古本地狼 每週四全網更新